白衣的短髮少年 身材比右邊的機車騎士矮一個頭 但他態度超囂張 鏡頭一轉 旁邊又冒出一群少年 至少五六個人 還有人拿著棍棒 衝了上來 衝突一觸即發 騎士被一把推倒 抱頭躺在花圃上 踩到圍毆 連機車也被推翻 少年拿起棍棒 軟起拳頭 對騎士狂歐 下手毫不留情 簡直目無王法 回到現場 鬥歐地點就在騎途車站 東側出口的這處花圃 警方火速掌握親密犯嫌 現在已經查棄四人道案 就在二月初 基隆中正路上 才剛發生一起行車糾紛 兩名男子拿塑膠軟管 口課駕駛 雙方僵持不下 害整條馬路都被堵住 連續出現多起暴力行為 市長謝國良也要求 警方更加積極掃黑 對幫派犯罪 林容忍 記者助理 吳一軒 基隆採訪報導 我是林佩潔 從生活消費 政治議題 到國內外的最新話題 透過鏡頭傳遞新知 我在中市 帶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資訊 請您鎖定中市的YouTube頻道 同時要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